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最后该有什么样的座右铭 我就开玩笑 我说我的座右铭是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所以听起来还真的有可能是美国人杀他的 听你这样说 就是所以你说这个癌 你知道吗 这么样的可怕 它实际上癌症是一种文化 癌症 在美国有这个黄黄巨著研究癌症 癌症是人类花了最多钱的 到现在 就是1961年的时候 你看尼克松签这个法案 那个时候当现身越战 他是说全民向癌 就说我们这个登上了月球 我们这个分裂了原子 现在是时候了 我们该征服癌症 投资900个亿美元下去 他们说这个多少年了 40年了 但是看来这癌症 还是没突破 比登天还难 不是有很大的突破 但是呢 还是不治之症 就是小范围有一些病能治了 突破其实从两个方面 一个是治疗 当你有了什么什么癌 如何来治疗 这方面其实好像看不到太乐观的部分 因为所谓癌症 是坏事胞出来了 就是出来衍生 已经进攻了你身体 你很难把它全部抵挡 可是另外一个方法 是从它的源头来进攻 预防 预防 对 它查出你的基因 有哪些人 哪些事胞 哪个部分 对哪些癌症 比较有高危险群 它可以做什么来治疗 来预防这样子 那方面倒是有蛮多的突破 可是问题那方面就引出很多伦理学上面的争议了 谁能 因为在欧美的传统 人是上帝的产物 所以我们不能卖器官的 你不能说我穷 我缺钱 我把我的圣卖给你是不准学的 其中一个理由是说 生命不是你的 是神给你的 没有人有资格 有权利去拿走别人的生命 或是说把自己生命卖出去 一部分教徒的信仰 就好像避孕套也不能用 不能堕胎 什么一样 你刚才讲的那个研究 我有亲戚他们就在参与 在美国的大公司里面 就是说 他根据你父母 你祖父祖母 所有的亲戚的DNA 然后就可以得出你的DNA 就是查到你的DNA 基本上你这一辈子得多少病 百分之八九十都知道 你还没得呢 或者这个比例是多少 性病也知道吗 性病知道不了 他比较担心他们加毒的这个病 因为他说八九十都知道 我是好奇 比方说这个人 20岁去检查 然后他从科学来证明说 你到五十岁的时候 你可能有冠心病 或者有什么什么 但是这一来呢 的确改变了我们人类的很多次序 因为在一个年轻的人 你如果很早有这么一套东西 全知道的话 他会选择职业 他的婚姻 他小孩 还有他怎么来对待他的生活 他从一早就改变了 这个呢带来很大的伦理的问题 有的人就提出就是说 这不应该这样 就是说 你想假如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 他得到这么一张花园表 而且告诉他准确率在百分之八九十 而你其实知道你以后几十年 你会生什么病 你这一生就是 因为当我们讲到伦理学 就讲不只是我个人 还有人跟人的关系 你可能这样来改变一个小孩的命运 我生了个小孩一出来 我去查他的基因 原来发现他这个高危 那个可以做什么 我就会弄一个环境来控制他 甚至有人说 有以后的研究 可以改变他的基因 甚至改变他种种的性格 现在是弄清楚他 弄清楚下一步就会说 你的大形式是什么 大形式是几个前一阵突破性的大药 什么伟哥 还有什么一些主药的 艾滋的一些大药都到期了 什么叫到期了 就他们的专利都到期了 专利到期了 专利到期了以后 所以就这些大厂 他就把很大的钱 一定要投到新项目上去 在美国 就是说以后这伟哥 人人都可以造 是吗 对 现在已经到处都可以造 那咱们家生产的 自产自用 我那些还没吃完 不挤不挤不挤 但是他这个就大项目投进的 一个主要的方向 就是刚才那 从基因研究 就是用 而且现在用电子的基础 基因研究 就讲得我 又觉得这个天花 这个就怎么来说想象 但又觉得很可怕 你对新一代就是很可怕 对 就是你他的 而且他就是根据你整个家谱 你的家里 中国人不是喜欢家谱吗 还有什么 宋家的谱有多少代吗 那就更加 但是薛老师 我们聊这个都属于门外汉的想象 因为这个具体的 我相信没有那么简单 但比方说 癌症 你说是什么基因里什么的 那么人类你知道吗 流行病学史上 就是 包括这个公共健康 公共卫生领域 现在被认为 最大的一场变革 就是发现了吸烟与癌症之间的 这个关系 但是你以为 你就这句话听得最近 不是 我跟你说 我为什么要特别跟马家辉说一说 这个事 因为多年来 我要跟你们讲讲 多年来我的朋友们 一直都跟我在探讨这个问题 大家有很多说法 什么毛主席抽烟 邓小平抽烟 等等 我一直就没有系统性的说过这个事 最近我要感谢三联生活周刊 我可以给你看看照片 三联生活周刊有一期是做这个 关于癌症的报道了一些最新的成果 这是癌细胞 你看也有它的美 是吧 你再看下面 这是在泰国 这个癌症是个社会问题 有时候一个女孩和他肺癌晚期的妈妈 这家人的生活 你再看下面 这是在西方一对夫妻 就是太太得了这个癌症 他老公是个摄影家 就决定记录下太太化疗放疗的每一天 癌症摄影日记 你再看下面 这是很著名的一组照片 就说癌症 你再看 这是索尔仁尼琴写的一本小说 叫癌症楼 里面就讲生命的最高价值究竟是什么 到底为他该付出多少代价 而多少不可以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个文章 在什么地方讲这个东西 就是说有的时候对癌症的治疗方法 你就得想 比如说人类你知道吗 曾经对癌症属于认识过程当中 有一阵比如说乳腺癌 有一个医生他领风骚领了很多年 因为他确实发现有些癌症存活 他动了手术之后存活比较长 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对癌症认识不清 这个外科医生他提出的理论就是 就是什么呢 搁的大一下 搁的尽量过去你就切一个乳房 他说我动手术 不光切乳房 我给你把肋骨都摘了 我给你 我把我把你锁骨底下的淋巴全清干净 甚至把你脖子这掀开 把你能割的 标准是2.5厘米 就这个东西的四周围的所有的2.5厘米 这是一般的标准 就全切割 你知道以至于说 所以说人对自己身体的认识 曾经甚至是有一个模特 说我把我乳房割了 我这个女人 我不要用我的乳房去定义我的生命 我觉得我的健康比我的乳房更重要 可是他没有乳腺癌 你知道吗 他就造成的这种意识 就是说我切了乳房 我是个烙鱼清静 你知道吗 不会得乳腺癌 都能到这种程度 所以你看索尔仁琴这个话 就是说人关在癌症病人 关在癌症楼里 就是人类用医院的这种方式 隔绝了死亡 我们这些人 我们好像死亡不会发生 晚期病人都在哪 你不知道 其实他们也在癌症楼里 过着这一天又一天 化疗放疗这种痛苦 但是就是说 你这样走向死亡 有没有尊严 所以这也就是今天说的 最近我们所感谢的 凌峰大夫委员 提出了一个尊严死的提案 我先去一下广告 呛呛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凌峰大夫 著名的凌峰大夫 因为给我们刘海若治病 是吧 而且也曾经很关心 这个我妈妈的病情 所以呢 他说什么 我都觉得是对的 他最近呢 就是说了一个 就是提出了一个提案 就是咱们国家应该考虑啊 自然死亡法案 这个词挺抽象 尊严死不是安乐死 他说我们国家有调查啊 这个医疗费用 百分之七十 花在什么呢 维持这个不治之症 就死了没救了的人的生命 甚至切开喉管 这种就是说 但是实际上 现在又有一个网站 你知道吗 有个网站 好像罗瑞卿的女儿 罗点点就在搞这个事情 就是说已经有很多人 叫生前欲主 他不是安乐死啊 他是说 你在清醒和健康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 选择就是说 一旦你发生了那种情况 你要治疗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你说 我不要切开喉管 是吧 或者说 我做一个安宁和缓的医疗 或者说必要的时候 停止就拔管子 不要再给我继续 我这种无意义的 这种治疗 和我的痛苦 这就所谓叫尊严死 现在被称为 这个方面 徐老师最近考虑的比较多 听上去 这不是其实还是就是安乐死吗 就是说人还没死 但是采取主动的措施 放弃治疗 放弃治疗 就是关键还是在这个地方 只是说这个放弃治疗 不是由家人别的人决定 是由他自己在提早清醒的时候 自己就决定 我觉得这个就关系到一个什么叫 为什么叫自然死亡法案 就是科技发展到现在 什么叫自然死 安乐死是说 就是说我求死 我得了绝症 我能不能 我不想活了 对我死 但是你看 假如世界上没有医院 假如是500年前 那么你自然你就死了 你知道吧 假如世界上没有医院 我们差不多都已经死了 你明白 我们现在身上得的病啊 你要坏回到多少年前 都已经是没得救的 所以我们现在人类的生活状况 是离不开今天的医疗水平的 甚至在依赖医疗水平 我们期望它还在继续往前发展 对所以所以其实你刚才讲的 这个自然死在概念上 的确会给人一个一个混淆 其实我我听明白的意思就是 就是人在什么情况下 应该放弃治疗 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 比方说这个病绝对医不好了 他就是植物人 永远是植物人了 但是维持他做植物人 不仅对他个人 对家属 甚至对国家 比方有些高干 都是一个巨大的开支 那么如果这个人很早就知道 有这么一种可能性的话 在他清醒的时候 就把这种可能性剔除掉 就是我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百分之百就不活了 只是维持做植物人了 那我就剔掉 那我觉得这个立法 我觉得可以接受 就是基本上是这么个意思 但是的问题是 一般现实的人情当中就 你对家属来说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你家属牵不下这个字的 所以要本人 本人生前清醒健康的时候 做这个嘱咐 香港对这个 它也区分是很不一样的概念 安乐死是什么 它的法律是说不准许的 安乐死是说你直接 而且有意死一个人死亡 那叫安乐死 是不可以的 那可是有另外的医院 有发下来操作运作的 指引规则是说 可以叫做把你末期病人 就是末期 决定了 已经确定了 你治疗不好的 然后可以停止 维持你生命的工具 包括呼吸器等等 可是那个要经过非常详细的 要经过病人跟你讨论 跟你去研究 他同意了才行 那是非常漫长的过程 而且非常不容易去达成的 那我跟文涛聊天也说到 他们讨论有时候 讨论了好几年 讨论到都把那个病人烦死了 你知道吗 你不用怎么安乐死了 你讨论过程把它来得去去 他说我真的被你烦死 可是那个部分是非常困难去做的 可是不管是哪个部分 安乐死全世界很大的争议 还有我刚说的 暂停停止治疗也是 都要看你整个社会的状况 因为坦白讲 在一个医疗保险 不发达不健康的情况下 假如你很轻易的立法 那就很危险 其实有些病是可以治好的 你知道很容易 因为有这个法律 让有那个机会 让你放弃来治疗 你用的 还有第一个医疗保险不发达 还有整个医疗系统的判断 有时候不够专业 不被信任很容易 其实你怕连累家人 家人也说你死掉算了 好吧我就签名死掉 那等于是谋杀 那是非常危险 我觉得在某些地方很危险 这是一个挺复杂的事 可是你也知道 有一些真的是完全是植物人 当然这个基尼斯记录也有过那样说 说有人植物人20年 对吧醒了 那甚至咱们前一阵不还有新闻 说四川嘛 就对嘛四川嘛 有一个说给弄成植物人 也不知道是不是植物人 就是没知觉了 没知觉了呢 然后家里人知道他爱打麻将 整天在病床边杀人 就是打麻将三缺一啊 三缺一啊三缺一啊三缺一啊 说俩月醒了 你说这玩意儿 他有例外这这这算谋杀吗 你说他他这个概率 不不不我想这个提案的新意是在 我想他假如能够带到一 一个人在正常清醒的情况下签下 我愿意捐献我的我死后 我愿意捐献我的器官 那这个大家都比较能够 就是有的人可能就会愿意 那更可怕 你如果说是就是选择这种尊严死的情况下 捐出你的器官 那是说的对我 涉及到一个很 还有个动机问题 很动机问题很悬的 我们几个人一合谋 你的器官 所以这个世界啊 就早捐了 再浪漫再美好的东西 都可能被很粗暴很丑 然后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使用 我们讲的最浪漫的情况就是 我死前我愿意签这两条 一我愿意如果我死亡 我愿意把东西捐出来有用 第二如果我确实没救了 那就停止抢救 免得连累家人 连累这个医院 连累社会 对不对 那清醒的签下这两条 但是就像你们说的 这两条都可能被滥用 我想这个需要 比如说需要这种医学 什么专家委员会之类的 他需要裁决这种生死是大 是吧 就是说什么样情况下 是不能抢救 就什么样的情况下 医院可以说 我亲戚当中就有这种 发病危通知了 等于说你准备后事吧 不知道怎么后来又救回来 后来又活了七八年 太多了 这种例子太多了 这个时候家人都已经全绝望了 就是看棺木啊 什么就这些事情 讲准备弄什么地方啊 这些事情 因为医院已经跟你讲了嘛 没错 年纪也到了 不知道怎么样救回来 照样又活了七八年 这农村里都有那样的事情啊 就在灵堂拜祭的时候 就帮帮帮敲棺材 敲开起来了 你干什么呢 这事都有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给刚才留悬念啊 我就说这个抽烟 这个我在人家三连生活中观察看到一个系统的说法 1950年以前啊 几乎没有人想到英国肺癌的增长跟抽烟有关 甚至那个时候认为是跟雾霾 跟英国伦敦雾霾有关 但是两个医生是多尔和希尔爵士 他们一开始认为成千上万吨的利青在英国 一定是这个引起肺癌高发 调查 结果呢 他们吃惊 六百四十九名肺癌患者中 只有两名是不是吸烟的 两个不是吸烟 因为这六百多人里边啊 有很多是农民 城乡 城乡居民大体都有 所以你不能归结为是城市里的这个工业污染 所以呢 他们才开始注意到 他们得出结论是 每天抽烟二十五只以上的人 得肺癌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五十倍 当时人们完全不相信 我就跟你讲这个进程是怎么来的啊 然后他们又说 哎 我们应该调查呀 在发病之前的 于是他们当时就向全英国登记在册的职业医生 发问卷调查 这个调查一做做了五十年 有三万多名医生回复他 这个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两年半以后 三十五岁以上的这个受试男医生当中 已经有三十六人死于肺癌 这个人们还是不相信 就很挑刺说这种调查 后来美国癌症学会又发明 就说他们追踪了十八万多名男性 为期两年 结果显示每天抽烟一包以上的男性 死亡率比不吸烟的人高75% 然后到这个时候 英国卫生部长开始承认 就是说啊 吸烟好像会影响健康 但是当时他在新闻发布会上 是叼着烟说这话的 就说明当时人家认识 到什么时候成为转折点啊 1964年 美国卫生部的报告成为真正的转折点 这份长达386页的报告 得出的结论是 男性各年龄的死亡率都增加了七成 都跟吸烟有关 从这儿西方世界开始控烟 然后70年 这个烟草广告被禁止 就是如今在美国西烟人数 锐减到1950年的一半 然后这就是几十年过去了 从1990年开始 美国男性肺癌的发病率开始下降 1991年肺癌的死亡率开始下降 这被认为是西方世界几十年控烟的结果 是这么一个表述 人不见棺材不流泪 我听医生朋友说 要让一个人戒烟 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他们叫做脚车扮演 就是你要戒烟 我把你带到医院躺三天 你就整个人假装你是肺癌的患者 给你掉盐水 给你吸管什么什么 三天后你就跑 你经历过那个痛苦 死亡前的痛苦 我戒烟就是在医院开始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以后建立一个主题公园 专门进去模拟各种公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